如果说我今天要小数点的第二位 我们可以用仅仅 比如说仅仅0 最后一码最后一个是0 然后点两位数的话就是0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的规则 其实各位可以参考 直接把游标放在format上面按哪一个按键 F1 就会跳出MSDN说明档 还记得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哪一个单字 哪一个物件名称 然后哪一个函数不懂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 按下那个F1 游标放上面按F1 它就会自动出现说明档给你 那你就可以参考一下 我习惯是参考范例就好 其他的话我不 因为看范例也不见得说可以 这个看得很清楚 所以直接看范例会比较清楚 像这边的话呢 我要的是哪一种格式 我就挑一个我要的格式 那我就用 我用 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格像这个格式 是我要的 那我就参考它的 什么方式 就可以直接套用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结果 所以这边的话 它不止是 不止是还有这个小数点 还有像是几分几秒 然后连月是这些都有 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执行 那执行这别区 不能在第二页执行 因为我要丢东西过来 所以我必须要在第一页执行 在这边执行 执行之后呢 那就直接输入就会有结果 那因为我有小数点 所以小数点这边点三好 那直接这边 像这样 直接计算 就会刚好是两位数 小数点第二回 就有DMI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评语 也胖胖把它写在后面 反正就把之前交的 通通应用上来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来讲的就是说 怎么样去写一个 这个 一个登录画面 因为其实每一个 网站都会有登录登出 比如说它是有账号密码的 它才可以进入到里面 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它是 这一个网站的会员 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要怎么样去设计一个 所谓登录登出 有没有 登录 登录